你看那是东城市第一个保护院的 对001嘛 但是现在就没有样的 原来太别好 原来这边都是走人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探访北京胡同时 最幸运的是遇到热心的大爷大妈们 这不在东四12条39号院呢 就遇到了热心人 让我们幸运的看到了 北京胡同的1号保护院落 那里吧 里面是一个大帮了 是吗 这是保护院落啊 刘姬跟王医生来的 是一个 定了头一个保护院 都选上了 真的 001号 这是第一个保护院了 东城区 第001号 这还挺难得的 咱们好 你们做什么呢 我们是在记录北京的胡同 您是做多时间了 就30多年了 30多年了 我就退休回来30多年了 我退休以后回来住的 上班是什么在这住 上班在外地 您在外地啊 在重庆 重庆啊 属于交通部下属单位 长江 长江航道局 航道局的这是 哎呦 但您是那个技术人员 这是那个是交通部宿舍 交通部宿舍 但是没有交通部的人了 对不起 就是那个存在关系 原来我妈住的这 哦 你母亲 我母亲住的这 哦 我母亲去世了 我姐姐把她占下了 我那时候退休 我回来再住 哦 您在这住了 哦 您也随着我们的镜头 走进院里看一看 现在这个院子 俨然是一个大杂院 看着呢 有些凌乱 但是呢 这二金院的垂后门 是不是还能够看到 陈年的痕迹呢 进入二金院 眼前豁然开朗 整个院子干净整洁 正房还保留着 原来四颗院的影子 走出二金院 正好又看到了 刚才那位大人 来南岛楼 他们家不从 哦 这家啊 就是啊 他的享受平房 他就不从 现在是不是他的子女儿 住着呢 现在他走了以后 又分给别人 别人啊 但是院子还保持 原来的挺规征的 对 就是这个牌子 你看的是 东城是第一个保护院的 对 001嘛 但是现在就没有样了 原来太别好 哦 原来太别好 都是走廊 这边都是走廊 这边都是走廊 这都是走廊改成房子了 哦 这边都是那个回廊 啊 回廊 哦 这都是廊 哦 都能走过来 现在全都没有了 现在就改变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原来那样了 没有了 没有了 真是 都改变了 嗯 激震以后都有那个 棒棒棒棒棒的 都改成厨房了 对 有时候没去 对 后来就 都靠下了 都用装瓦 都改成房子了 真是 真是 都没有原来的样 原来都挺宽的 中间也有那宽着的 从这儿能过去啊 能过去 那您带你看一下行吗 看过来 谢谢您啊 这还是 不是 谢谢您啊 房子就还要高 哦 那边那边 房间那边 那边 房间矮一点 这个房子高一点 哦 嗯 这后面还有一个院 还有一个院呢 也是很大的房子 嗯 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哦 哦 我就住在最后面 哦 您住在后面啊 原来这都是有门洞 从这就除开了 原来我们不走这个 不走这个门 我们就走这 哦 这儿有一门洞 通到那一院 这边有门洞 这都是篮子 你就走出 就刮风下里面都 轮不着 轮不着 后来就先拆了 现在 现在这个篮子 就剩这一点了 这里面这个篮子 就剩一点了 哦 就先拆一点 原来就这样一走 也有门洞 去年大概是 师父梦梦 他看了一点 还有一点这个 他来给修了修 哦 他给修了修呢 我也是用这个盖了厨房 用那个篮子盖的厨房 这个是您的厨房 这里头是您的地儿吧 对对对 这个篮子就 连着那边的 就是这一点的 就连着以前连着那边 原来就是根本就认识不到 这个是篮子 这个也是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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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现在就没有样了 没有原来的样了 一点都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你从那也可以出去 那能出去呢 那能出去啊 那能出去啊 再看看那边 谢谢您 谢谢您 太感谢您了 喝水吧 不喝 谢谢您 真好 真好 明白了 谢谢您 祝您健康快乐 谢谢 好 再见 已经都瘦了 已经都90多了 您啊 您啊 90多了 我跟大妈聊聊吧 55岁太小 今天就是90多了 不是啊 真不像90多呀 我以为您就是80了 不看到 90几了 91 哎哟 真棒 我看您自己还哪都能去啊 哪都能去 太难了 真好 91岁能像您这么健康 就太难了 什么 洗衣服做饭 不管手洗 一洗都行 都行 真好 上银行都行 是不是您年轻时候 身体就挺棒的呀 搞个测量队 年轻的时候怕山上树都行 哎哟 那看来底子不错 底子也不错 是吧 基础打得好 啊 这样就挺好 是吧 身体健健康康的 其实比什么都行 比什么都好 是吧 就是不给儿女找麻烦 对 有钱没钱都无所谓 对那是 是吧 钱少得够用的不是吗 对 啊 钱少得少吧 是吧 没错 您腿油斤应该也不低吧 不低 也不够用 我是事业单位 但是外地的工资低 哦 其实工资跟北京的差不多 嗯 就是他每年加每年加 北京高加的多 对 外地加的少 每年长得多 是吧 那湖北和四川就不行了 我觉得是啊 嗯 真是啊 行了 好 把身体弄好了比什么都强 对对对 好 谢谢您大妈 真好 真好遇见您 心地善良 那我们走了 走啊 那边都能走 那边走去 那边走也行 好 可以转一圈 好 谢谢 谢谢 祝一真理 再见 再见 谢谢您 上那个小心点啊 哎 好的 谢谢您 之所以长寿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人就特善 北京胡同的每一座深宅大院 都有一段历史 也如同这位善良的大妈 就像一本书 讲述着一个个故事 刚才从这过去 转一圈 回来 是 这叫川堂门 哦 这叫川堂门 那这叫 锤后门 您看 这一号保护院落 虽然已经没有了原来四合院的模样 但是 还是以大杂院的形式 保存了下来 不知这一号院今后会什么样子呢 对于北京胡同中 古老院落的保护 您有何想法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